趕快來關心一下我們家嚴肅的話題 專樓行進指揮中心 在今天公布本土的新增案例 68,732例 其中新北市最多22,891 台北市又破萬 11,701例 另外還有11個縣市通通超過千例 本土疫情真的是很嚴峻 今天的死亡人數19人 另外新增37例的境外移入 那麼在基隆市還發生有2歲的確診小男童 就在昨天晚間 13號晚間發高燒 42.4度真的是超級高燒 父母親急壞了 聯網送往了基隆醫院來治療 但是醫師診斷是病毒性腦炎 因為沒有兒科加護病房 建議趕快轉院 而衛生局協調了要調度病床 台北市的內湖三總還有台大馬街 通通沒有病床 最後就聯絡北榮可以收治 但很不幸的小男童因此身亡 當天的晚上 家屬帶著小孩 是因為發高燒 到了我們父親的急診 急診醫師也就會等了 小兒科專科醫師 而這個小兒專科醫師是 小兒感染的專科 所以他對小兒感染這一塊 經驗相當的豐富 所以他當初判定 除了他在12號已經是 同應該是一個確診以外 他認定這小孩是有急性腦炎的症狀 那急性腦炎的症狀 他必須尤其是當滿兩歲的小孩 必須要住在小兒的家屋病房裡面 所以副地基隆醫院的急診 差不多在10點半左右 我們有一個醫療專門在處理轉診的這個平台 他就說有一個小孩必須要做一個轉診 那這時候我們基隆自衛認定就介入 所以我們大概在11點26分的時候 透過台北區醫療網 我們大概就找到了台北榮總可以收治 所以我們把在11點26分左右 我們就把訊息給了護理基隆醫院的急診 請他跟台北榮總的醫師做對接 做一個交班的訊息 那當然很不幸 這個兒童送到了台北榮總以後 就進入了一個 給處置的一個概況 那大概是五六個小時以後 大概是5月14號的上午8點55分 然後經過家屬也同意 所以就宣布這個小孩的死亡 請問說 可能究竟也許可以選個基隆長根醫院 那他們的訊法 對 因為基隆長根醫院 我們有聯絡他 他根據這個病史判斷 他認為必須要重症的小兒加護病房 小兒專科加護病房 這個實驗很快 就是在那個平台很快就決定了 很快就可以決定 因為我們40有一個平台 在做轉診的一個運作 所以所有的訊息幾乎 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那這種長根他有 兒科的加護病房 他沒有這方面重症 他必須也是要連接 林口的長根 對 也是要連接林口的長根 看到了是在基隆 剛剛的兩歲小男童 在13號晚間發高燒42.4度 而家人緊急送往醫院來治療 但是這個醫生就有說 他是急性的病毒性的腦炎 最後在轉院過程中不幸死亡 對此指揮中心在今天說明 小男童的死亡原因 有初步收到死亡診斷書 是有新冠感染和病急性腦炎 多重器官衰竭 而指揮中心也了解了轉院的細節 要討論未來的轉院過程 是否能夠快馬駕鞭 衛生局有詢問過這個基隆長根 也有詢問過三種 台大馬街 那當時都是因為床位少 那沒有那個病床 所以後來是轉去北榮 那在大概晚上的11點56分的時候 來開始安排這個救護車跟 特別的護理師轉到北榮 那其實中間都一直有給予這些像是 點滴抗蒸素還有抗癲癌 抗抽搐的這些藥物 來治療這個小朋友 那最後是我們這邊收到資料是在 凌晨的2點鐘有轉出 然後到達北榮這邊 所以是到了北榮之後呢 再進行後續的一些 處置跟 跟這個救治 那不幸就是在後續大概 大概8點多的時候 就是過世 把這些時序講出來只是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 整個這個安排的一些狀況 那 但細節就是說中間有沒有什麼可以再 加速或者是可以再 多掌握一些轉院的資訊等等 我們會再跟這個相關的衛生局醫院這邊 再做一些討論 那就是說這個案例後來他死亡的原因 我們現在是有初步先收到 死亡的診斷書 是有這個 新冠感染合併急性腦炎 以及多重器官衰竭 那但是因為他還沒有正式通報到我們的 這個就是審查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會再完成這個整個 病例的摘要的這個收集 以及死亡診斷書的確認跟審查之後 再把它列入我們的這個 每天公布的這個死亡或重症的個案裡頭 那我想就是目前來講我們兒科的這個重症 的網絡 事實上還是在運作當中 那目前其實北部這邊在台北這邊 台北區這邊是有6張的這個兒童 專責的ICU病床 那確實是在這個 剛剛提到這位小朋友最後轉院成功的 這個醫院當中 那就是說 所以目前其實是還有床位的 只是說我們還會在後續 再瞭解一下 就是說在整個轉院的安排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什麼可以在加速的地方 來這個 讓這個轉院的過程能夠更更快 剛剛有看到很多網友的留言 都說這小男童真的是非常的無辜 我的確這小男童兩歲 確診染疫發高燒燒到42.4度 而期間有聯繫了基隆長庚內湖三總 台大醫院馬街醫院之後都是滿床無法收治 最後輾轉聯繫上了北榮 但是沒有想到在轉院的過程中 病情急轉直下不幸死亡 市議員痛批兩歲以下兒童視訊問診後 確診那麼又如何現在發高燒42點多度 這病情又快又急又突然 醫療量能不足到底誰可以救他們 這種小朋友的事情 極如人命極如心火 然後你要用這種方式 然後還要靠這個布基 跟通報基隆市衛生局 衛生局趕快幫他協調 打遍基隆的各大醫院 再打到台北市的醫院 真的很悲哀啊 我覺得為什麼要搞到這樣呢 有一個媽媽抱著小孩子她就說 你們這些大罐睡得著覺嗎 這就是家長的心情啊 你現在跟我一推二五六 遠距視訊啊 然後這個專門加刊怎麼樣 我要謝謝你啊 遠距視訊已經告訴你說 他有這樣的一個急重症狀況了 你現在我怎麼辦 你乾脆就把這個醫療的量能分清楚 跟大家說明清楚啊 所以我覺得 剛剛那個何先生說的沒錯 何先生剛剛不是有那個佩健 有在講 最後那句話我聽到了 他講的沒錯 各位朋友朋友啊 以後你碰到這種狀況 包括找像類似像我這樣的身份的議員 真的找民意代表 你知道找關係 我奉勸大家 建議大家找關係 趕快打電話給議員 打電話給立法委員 打電話給民意代表 你沒有關係就想辦法找出關係 因為指揮中心告訴我們 有關係你就沒關係 為了你家人的命 為了你小孩子的命 趕快透過電話 透過你所有的關係管道 打電話給議員 民意代表鄉政市民代表 鄉政市長村長村里長 還不行 你要找議員以上 找立法委員 才有辦法幫你找到這個管道 一定要弄到這樣嗎 一定要弄到這個地步嗎 很悲哀 所以我說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整個台灣的量 就這樣子 整個快崩潰了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